明顯畫面要來看到 這個最近東北季風實在太過強勁 海上作業要特別的當心 昨天早上一艘本國籍的漁船 航行在南山頭的岸邊 居然擱淺卡在了礁石上頭 海軍署獲報之後 立刻趕往救援 而船上兩位漁民平安獲救之後 請友船協助拖船 但風浪實在太大 想要救船 反而變成把船給弄翻了 現在船仍然是卡在岸邊 海巡署會等海象轉好之後 再進行救援 這艘船怎麼孤零零在岸邊被浪拍打 而且看起來整艘船還翻了過來 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這其實是一艘本國籍漁船 疑似因為東北季風太過強勁 風浪太大造成側擊 所以擱淺在礁岩上 動彈不得 而機門巡防區雷達發現了這艘擱淺船隻 立即吊派海巡艇來救援 抵達現場後卻應該漁船離岸過境 只能在一旁監控 親友船協助拖船 不僅拖不動 還翻船了 這艘漁船原本只是在岸邊範網捕魚 想不到浪太大遇上危機 船上兩名船員最後是平安獲救 但這艘反覆的漁船 因為現階段真的不是舊船的好時機 海巡署後續會評估海象狀況 在擇日進行 拖船作業 華視新聞李文斌 黃冠傑 張書明 金門報導 黃冠傑